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新聞大爆掛 那我看到在此頻已經很多的朋友都來打招呼了 同時已經自己開始聊起來了 就是開始在分析俄乌戰況等等的 好 那麼也希望等一會大家踴躍發言 同時記得幫我按讚 還有把我們這個節目的連結呢 多多的分享推播出去要靠大家了 那當然的確俄乌戰爭打到今天49天了 何談無望嗎 因為俄羅斯總統普丁直接斷言說 現在何談已經走進了死胡同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來看到美國 美國國內不管是通膨也好 油價也罷 通通創新高 偏偏美國總統拜登他的民調是持續探底 不過他說這一切都是普丁害的 那麼事實上呢 拜登把美國的國內民生問題 通通賴給俄羅斯 怪在俄羅斯頭上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那麼至於在台灣呢 我們看到這兩天 其實應該是在昨天就已經推出了 就是全民國防手冊出爐之後呢 哇 這個內容我不知道怎麼講 超現實 藍綠都在罵 是在搞笑嗎 這是在亂編的吧 我們稍後一起來看 先為您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 首先邀請到的是 台北MBA商學院策略長高楊凱 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國民黨副發言人楊枝斗 各位午安 以及時事評論員羅友志 前位好 大家好 午安 還有前立法委員郭正亮 羅平安 好 這個俄烏戰爭已經49天了 那何談事 真的是沒得談了嗎 因為現在呢 普丁自己都說走進了死胡同 甚至廖話 他說我們要戰鬥 直到勝利 所以我先請教有志 難不成真的是要趕進度了 因為一直在講5月9號這個日子嘛 對俄羅斯來說是勝利日 所以這真的是目前來講呢 俄羅斯的日子 我覺得5月9號不是問題耶 我甚至懷疑所謂一直拿當時 俄羅斯拿下 打下那個勝利戰的那個5月9號 然後一直在強調 我覺得有時候俄羅斯現在做事情 是煙霧彈 如果大家過於相信某一件事情 再加上西方媒體的推波助燃 我覺得我們會判斷失足 對 來自英國的情報 也說兩到三州那個烏東地區 可能會更腥風邪雨的戰鬥 好 那你這個時間一推算起來 感覺普丁要趕進度啊 5月9號差不多 是不是要拿下了 對 因為你看 請問你從一路烏俄戰爭 爆發前的那個時機點 跟後面對於戰事的分析 一直到現在又要預估ending 你有沒有覺得 從來沒有一次準過 拜登一直講2月16號要打了 結果到2月24號才打啊 也沒有準過嘛 時間點沒有準過 儘管他的情報已經是最準了 當沈富雄 沈大佬都還說 不會打的時候 他還是打了 所以你看他後面喔 第一時間打的時候 西方媒體就開始鋪陳 三天之內必定拿下基輔 結果後來他的戰爭 重點不在基輔啊 我們看到第47天46天 以後包括今天到快到50天 他所有重點 現在已經轉為烏東了 他反而是微微就躁 或者是聲中及西 你看時間點很多時候都已經不是我們應該去看 相信不管是俄羅斯或西方媒體 因為打仗怎麼可能告訴你我要幹什麼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分析可以拿回來聽 但是我們覺得還是從務實面 那務實面是什麼 我是剛剛千惠講的 如果以他現在的部署 跟現在戰鬥的過程 未來有沒有可能在兩三週之內 在比照對比之前進入頓巴斯地區 他花的天數跟兵力 因為有沒有可能在5月9號 我覺得那個就make sense 就是比較有可能是這麼做 因為現在他的動作 就叫殲滅 或者是烏東地區的殊死戰 但是我要問一個問題是烏東多大 大家傳統認為的烏東 第一時間認為是頓內斯克跟那個 那個叫什麼 盧關斯克 盧關斯克跟頓內斯克加起來頓巴斯地區 大家一直focus在這裡 那可是現在的烏東 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這兩個地方幾乎已經快要被拿下了 甚至馬里乌波爾而已 然後馬里乌波爾在臨界 也差不多了吧 聽說烏軍在這邊近乎淡境人權 烏克蘭不承認啊 他說我還守得很好啊 所以你說很多東西很難去判斷 但是如果純粹就戰事分析 頓巴斯地區 我之前跟亮哥就已經交換過一件 當頓巴斯地區出現親俄人士 自己組織了新俄羅斯軍的時候 這個地方毫無懸念了 可是那是第一時期的烏東 請問現在的烏東還是那個小烏東嗎 現在的烏東有沒有可能基辅以東都算烏東 包括中部三個城市 鋼鐵城市那三個 包括兵工廠 包括 德倫斯基出身的地方 包括那個之前遼寧號 打造的地方 這三個城市 請問一下算不算烏東 有可能也是算出烏東 如果以這樣子來算 再加上現在兵力7比3 7在烏東地區 3在敖德薩 敖德薩在連接三個中部城市 這樣一路畫上去 好像也叫烏東 那到底現在俄羅斯的軍隊對烏東的力量 或眼睛的烏東有多大 就要看回去我們怎麼當初怎麼分析 俄羅斯的目的 軍事化 那去納粹化 這些動作 不過他現在正在推進一個進程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大烏東 也就是所謂GSIS在1月14號 提出的那個報告 美國兩大智庫之一提出的報告 其中的第四點 就是烏克蘭內陸化 敖德薩一路往中部三線市 把它畫起來 你如果連黑海這個地方都封鎖 烏克蘭就是內陸化 內陸化是一個 但是農業化又是另外一個 如果往基輔畫上去之後 你所有的工業生產大都市 全部在烏東沒了 你烏克蘭就是以後變成農業國了 農業國加上去納粹加薰薰的話 你就是一隻小貓咪 你根本就無力了 所以現在就是俄羅斯到底 會走哪一個步驟 但是我覺得普丁很難得露面 他第四次 每次露面都是至關緊要 他不會無緣故出來說 談判破裂了 然後回去然後繼續睡覺 他講這樣的目的 我個人認為是講給西方國家聽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現在最近西方國家的力道 已經大到超乎預期了 只剩下你沒有進去打而已 我說實在的 提供武器提供成這樣 連今天最新的消息 法新社都說 我承認 英國跟美國 英國的ASAS 美國的特種部隊 全部都在烏克蘭了 我靠 你覺得法新社的情報比較準 還是FSB的比較準 怎麼法新社 法國的情報系統會比俄羅斯準呢 所以連法國都知道 有兩支特種部隊在烏克蘭 那俄國不知道 普丁會不知道嗎 那普丁現在在忍嘛 因為他自己的話其實已經講出來了 一旦你們這些北約國家 進來整個戰士 我跟你講我就是全世界了 我就會往北約去招呼了 他有沒有在做 他也在做啊 但是他現在等待的是什麼 他等待的是誰比氣場 因為軍事戰只是一部分 這兩天的軍事戰 大概就是一直打一直打 就是把馬里波爾完全都 然後拿下來之後呢 連接走廊 頓巴斯地區 然後馬里屋波爾 然後再連接到敖德薩 整個內陸化之後 整個大烏東 是不是要變成農業國 就是這樣的一個考量而已 重點是外交啊 現在整個美國還在佈局 整個所謂的北約 我一直在強調 我不認為北約東擴 現在是只有到波蘭跟 波羅的海三小國 現在北約東擴 擴到哪裡了 他東到哪裡了 到日本韓國咧 所謂的北約 現在已經 你說北約印太版 真的是啊 我覺得很多人在分析說 現在亞洲版的北約 我不認為 我現在根本認為是 北約直接東擴到亞洲了 應該還是往東嘛 那東擴到日本跟韓國 兩個被叫去 北約的外長會議 那在幹嘛啊 你認為只是在隨便談說 未來我們的國防 那法國 韓國跟日本也回答他啊 這個我們會再考慮一下 你說我們到時候跟你們合作 然後 其實你現在只是要我們的資源而已嘛 要牽制中國 那俄羅斯要不要等中國 要不要進來進場 也在等啊 就像印度 多複雜啊 現在情勢比以前還複雜 如果只是光看到俄物戰而已 那我覺得大家會被很多的訊息所左右 但如果你再加上外交戰進來 你就會覺得 make sense了嘛 我打那麼急幹什麼 我好像也不需要重兵 所以很多人在 揶揄說什麼 俄羅斯前面那些 鋼鐵洪流好爛啊 那個現在那個 每次收復以後看到這些坦克車 小阿兵哥 娃娃兵 好可憐 俄羅斯根本沒有以前的戰力了 我真的認為這46天 俄羅斯真的出盡全力了嗎 沒有啊 今天不是說無人機 一下無人機又被烏克蘭擊落嗎 多少的軍艦都被擊落 不是啊 我不是跟各位講 如果你現在一直看西方媒體 你會覺得克里姆林宮 大概會被打下來了 我現在每天都在問 問三立啊 或者問我 請問一下 到底克里姆林宮淪陷了沒 不是 你一直在想這種小戰意沒有意義 比如說像無人機 領空 就是在戰爭裡面的 看起來好像俄羅斯第一時間說 我把控制了烏克蘭的領空 好像飛機飛上去我就被打 結果呢 烏克蘭還可以飛到俄羅斯的境內 去把油田炸了 現在無人機還可以上去打俄羅斯 看起來俄羅斯慘了 不是啦 空很大你知道嗎 空不是你大家想讓腦袋空空啊 那空有幾萬英里啊 請問每一個空的作戰模式都不一樣 俄羅斯所謂的領空 是用他的導彈系統把 可以到上頭去飛的 戰機啦 已經可以爬行到5000公尺 5000英尺 6000英尺以上的空 他佔了 可是以下的呢 那有那麼容易喔 5000公尺以上我只要有導彈系統 我只要能夠有空軍的實力 就可以封鎖了 問題是5000公尺以下咧 沒有那麼容易嘛 加上現在的無人機系統還有情報系統 你真的要完全封鎖烏克蘭的攻擊 不可能 那你每次要從一兩個點說贏了 然後放大到說 烏克蘭這樣要收復師徒 好啊那我們就要等到時候 打完戰的時候大家要不要來算總賬 我們來看誰的講的話比較好笑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戰爭 應該現在在等外交戰的回來成果 俄羅斯這兩天也講得很重啊 普丁另外一個重點是什麼 再打下去 我的糧食通路有問題了 你覺得俄羅斯在講自己的問題嗎 你覺得是嗎 俄羅斯在跟大家complain說 你們再打我下去 我的糧食都出不去 我化肥也出不去 我的通路出問題了 他在告訴全世界 雨在威脅 你再讓我有問題啊 我這些東西繼續不出去 然後附帶 外長 俄羅斯外長拉布拉夫 就出來講說 未來世界饥荒有可能 兩個一搭一唱就知道 現在軍事只是其中一個部分了嘛 俄羅斯現在跟大家在玩了 美國有沒有在玩 美國也在玩啊 美國加大印太 甚至拜登自己在 然後還要在看什麼 世界各國都在選舉 馬克宏 澳洲下個月也要選 全世界都在選舉 這些人每天腦袋裡面 想著什麼鬼點子 然後現在所有親俄的成績 似乎都不差喔 所有以民生極左 所有的成績並不差喔 所以整個世界的局勢 你真的完全不利於俄羅斯嗎 在民主國家看來是啦 可是如果在其他的維權政權 不要講極權啊 等下我會被人家講說怎麼樣 維權政權 你覺得真的有這麼容易被擊垮嗎 所以我覺得未來到5月9號之前 不是不可能 可是我覺得戰爭只是其中一小環 後來未來的那種經濟 還有司法戰 因為現在已經在戰犯化了 我覺得未來那個精彩的劇 是在打完之後啊 全世界秩序大調整 包括軍事經濟地緣政治大國國益 全部都不一樣了 我還是比較關心的是台灣 到底要站哪一邊 是啦可是亮哥 那眼前的問題是 今天普丁就已經斷言了嘛 他說和談走入死胡同了 所以我們就不用寄望和談了 再加上呢很多的消息指出 像是俄羅斯現在呢 把重兵集結在烏東地區 而且增兵三倍 他要強攻頓巴斯地區 好那大家就說接下來兩到三週 反正這裡一定是一波 腥風邪雨的戰鬥 好所以看到這邊 因為普丁說現在就是戰鬥 戰鬥到贏為止 所以亮哥 和談我們真的想都不必想了 此時此刻的俄羅斯 反正他是不會收手的 因為和談要有進展 就是哲倫斯基要改變看法 那亮哥你有改變看法嗎 就是烏克蘭你覺得 目前還是會第一個撐不住的 烏東戰爭打完就撐不住了 現在是這樣啦 因為澤倫斯基自己反反覆覆 等一下撐不住 可是美國在幫他撐啊 美國出兵嘛 對啊 你聽他嘴巴講就撐得住啊 那美國給他武器嘛 你看美國現在給他什麼武器 要給他S-300是斯洛伐克 要給他T-72是波蘭 請問美國給了他什麼武器 所以美國你就聽聽就好了 美國就是只有嘴炮而已啦 他到現在沒有出任何兵啊 沒有 他只有給他通信偵查的一些東西嘛 情報啦 那真正的武器 他現在進去的也是什麼 刺針啊 標槍啊 彈簧刀 無人機啦 那個都是城市占用的啦 那個在那種大部隊的野外的對決根本用不上 所以我覺得因為澤倫斯基在安理會那個演講 把自己搞砸了啦 他又說我要參加北約 那我這樣幹嘛跟你談 你都反反覆覆 那你既然這麼反覆 那我就建立更多籌碼再來跟你談嘛 因為如果沒有 你認為你還有贏的機會 你當然就不會讓步嘛 這樣談判本來就是如此嘛 所以現在你可以看到啦 這個部隊都在集結 然後瑪利沃波爾大概這幾天就會定局啦 因為俄羅斯已經把那個超級的迫擊炮拉到現場 那個郁金箱啦 240毫米的半徑 的口徑啦 不是半徑 那超級大炮 因為那個鋼鐵廠不用這個巨炮 我看也轟不下來 所以你不是看到烏克蘭的海軍陸戰隊 那個指揮官發出絕命書嗎 就是要決戰了 那瑪利沃波爾決戰結束 他這裡的軍隊就會往烏冬集結嘛 所以烏冬一般估計啦 因為有人就說從基輔開始往後撤 7到10天內就會開打 那可能就是坦克大決戰的再版 因為當年二戰的坦克加決戰 就在烏冬這一帶 雙方投入了6000多輛坦克 那投入了268萬人 當然這次是小規模版的啦 可是 基戰一定會發生啦 一定會發生 那因為武器太懸殊了啦 我這個不是講烏克蘭 沒有戰鬥意志 不是 因為武器太懸殊了 俄羅斯還有中程的飛彈 遠程的還有轟炸機 還有戰鬥機 我戰鬥機只要飛超過5公里 你刺身也打不到啊 所以我認為是太懸殊了 武器太懸殊美國會不知道嗎 當然知道啊 可是美國又提供沒有用的武器 然後又要烏克蘭撐怎麼撐 對啊 所以你現在不是在罵美國嗎 對不對 你罵的跟我講的一模一樣 因為這個大家都看得出來嘛 大家都看得出來嘛 我事實上我常常講一句話 我說北約你的國防預算 一年是一兆1000億美元 俄羅斯只有650億 那你怕他怕成這個樣子 這像話嗎 你還說你要支持人家 這個我看 哲倫斯基自己都知道了 就是他多少國會演講過 每一句話都是武器武器武器 對不對 這個已經聽多了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也沒有什麼收視率了 就是因為他講來講去都是那些 每次都落空 所以拜登的民調也在下跌 嗯 還在跌 因為你把美國民眾的情緒拉起來了嘛 大家同情烏克蘭嘛 可是看到你拜登毫無作為嘛 所以拜登一度民調衝到46啊 現在又跌回40啊 就連美國民眾都看不下去了 我們會看得下去啊 對不對 既然這樣的話 那就讓塵埃落定 所以亮哥我問你喔 俄羅斯的目標日 你覺得也是定在5月9號這一天嗎 其實5月9號都是英國跟烏克蘭講的啦 不過確定5月9號當天俄羅斯有大閱兵啦 有一兩萬人要參加啦 我是認為比較合理的情況是 大概 俄羅斯認為到了5月9號 烏東大決戰就會告一個段落啦 可是不表示戰爭結束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說接下來是進入第三階段 那第三階段就沒有大部隊的決戰了嘛 那零星的游擊戰一定有啦 這個 因為你又不撤軍 那當然會有游擊戰嘛 那可是就會進入第三階段 那所謂進入第三階段就是 烏東打完了嘛 那如果俄羅斯打贏他就有更多的籌碼 然後就可以說你要該談的嘛 你是不是該談啦 那那個時候搞不好馬克宏當選了嘛 那馬克宏跟德國就會回來斡旋 因為那個4月24日法國第二輪就投完了 我覺得現在的主因就是 馬克宏現在不方便做動作啦 所以就變成歐盟沒有領導人你知道吧 因為蕭茲才第一任 而且蕭茲的國防部長跟外交部長都是綠黨 所以坦白講他自己也內亂中啦 所以就是需要法國選完 然後法國再拉德國總理兩個人共同出來 來協助談判 那我覺得那個時候 中國印度土耳其才會出手啦 尤其是中國跟印度啦 因為俄羅斯那邊也要有人去講情啊 不然普丁為什麼要讓步 對不對 那普丁對中國跟印度就會客氣一點 不會像對奧地利這樣 好亮哥 你有驚爆說其實現在的西方國家都在等烏克蘭投降 那他投降日就是烏東大決戰之後嗎 你不提供武器不就是等待投降嗎 就應該我們不要這樣講啦 等他認清現實啦 這樣比較準確啦 我們不要說投降啦 我們不能說哲倫斯基要投降 我們要說哲倫斯基認清了現實 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 所以這個時間點就在烏東大決戰之後嗎 對 就是了 當然是啦 因為哲倫斯基就會發現 大概差不多了嘛 好 那因為現在其實對普丁來講 他這動作頻頻啊 所以說講說這個重兵集結 一直不斷的徵兵之外 其實他的飛彈好像也動起來了 主要是這一次針對芬蘭 芬蘭和瑞典都說不排除要加入北約的可能性 那當然俄羅斯一直在警告啊 你加入北約會帶來毀滅啊 那現在呢好像在這個芬蘭邊境啊 飛彈伺候啊 所以這目前的整個局勢看起來 就是俄羅斯不斷的一直感覺 因為你在擴張軍力啊 所以這個楊凱你怎麼看 目前現在的一個局勢 其實是這樣子 有沒有人覺得一件事情 真正俄羅斯他們想要的是什麼 我其實非常贊同說 像是亮哥還有友之哥他們所講的 真正的重點 其實應該是在所謂的烏東的部分 我們要想想看喔 像是不管是芬蘭啊 還是瑞典啊 他旁邊曾經也有過做什麼樣的狀況 你看飛機飛過去了 侵略他的領空 現在旁邊飛彈伺候 這真的是俄羅斯他們想要警告 你說不可以成為北約的一部分嗎 不是 真正的重點 我個人認為他應該還是在烏東 今天烏東拿下來了之後 他接下來多的要有什麼東西 全部都是多餘的 都他多賺的 我這麼講 為什麼他這麼主在執著於烏東 烏東的話有所謂的亞述營 他的頓巴斯地區那一邊的話 曾經有所謂的他的激進組織 烏克蘭的激進組織 把頓巴斯地區的不管是 甘特斯特還是所謂的盧特斯特 他這些地方啊 其實實際上都會有一些俄羅斯的後裔等等之類 他們曾經被屠殺過 你可以說這個東西叫邪海神仇 到了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你說他會不需要來處理這些事情嗎 當他們共和國一成立了之後 第一件事情當然是我要先挺我小弟啊 俄羅斯普丁他不挺小弟這怎麼行 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除了拿到他的軍工業 他的重工業 這個是比較實際一點的事情之外 另外一個民族大義不能廢不能偏廢 所以才會導致今天的話 我今天我拿到了烏東 這個OK 沒有問題 但是不管是芬蘭其他等等之類 想要加入北約 這些東西都是我多要 但是我能嚇阻我盡量嚇阻 反正俄羅斯不會輸 我有核彈 我動土巨人 我即使今天不生產任何東西 我30年照樣能跟你抵抗 其他國家拿什麼跟他打 好 那的確其實現在還有一個德國 這個德國總統 他過去有這個親俄的歷史 讓烏克蘭很介意 所以烏克蘭現在把他列為拒絕王來戶 以至於拒絕他訪問烏克蘭 那同時哲倫斯基另外一方面 也在一直在那邊該在那邊抱怨說 你德國總統 小芝呢 為什麼不來基輔訪問 那我就覺得很怪啦 這個直斗 拜登也不來啊 他到現在為止被問到 他都說沒有訪問基輔的計畫 那為什麼哲倫斯基就不吭聲 哲倫斯基不敢嗆先啊 美國老大哥美國爸爸怎麼敢嗆呢 那現在當然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 普丁跟哲倫斯基一直料人話 我覺得這兩個現在是不是已經走到 第49天了 兩個都打到有點恍神了 所以一直失言啊 像哲倫斯基我覺得 在政治上面啊 尤其是你現在國家在挨打嘛 你當然是各國都交好了 沒有沒有共同永遠的朋友 但是有共同的利益嘛 現在的利益當然是你德國願意來訪 那你就給他來有什麼關係 他增加他的曝光度 然後你可能可以得到一些 他口頭上面的承諾嘛 所以沒有必要拒人於千里之外 那對於普丁的部分 我覺得他是更嚴重 那這個嚴重是有點情緒被挑起來 說什麼啊我要讓 我要打到贏為止啊 或者說什麼和談已經走到死胡桶 我覺得有點衝動性的發言啊 因為我們就知道 其實現在和談還是繼續嘛 沒有說我就把我的死結全部照回來 我烏克蘭我不跟你談而已 沒有這件事情啊 所以大家還是盡量想辦法 在有協商有談判的過程中 去解決這個衝突嘛 那所以沒有必要把話說那麼死 可是普丁的不爽也是其來有志的 因為現在烏克蘭我們知道 烏克蘭現在會變成一個觀光景點 那什麼國家的人都跑過去湊一腳 要選舉的什麼強身啊 全部都跑過去啊 那德國想去不得其門而入嘛 那現在變成什麼回事 就是我們從基普稍微現在變安全 就知道普丁過去跟我們講說 基普他暫時火力給他hold著 這件事情是完真的嘛 你火力測了兵力往後測 那現在集結到烏東去 那基普沒有受到攻擊 所以這些國家的領袖 這些領導人們才可以安然在那邊拍照打卡嘛 不然如果他現在基普還受到很大的 這個火力的刺激的話 哪一個國家領導人 我是要去選舉我沒有要玩命 那現在當然是相對比較安全 他們受到請之覺得說 俄羅斯在這段時間當然 基普他們不會放太多的火力在那邊攻擊 那我覺得普丁一開始有想要做出一些誠意 就是至少不要基普 那至少基普的火力給他hold著 往集結往旁邊去 然後也有一個承諾 因為他之前也的確說 我們暫時基普這邊停火 那結果變成怎麼樣 大家得寸進尺嘛 那每個國家領導人都跑過去 我覺得如果蔡英文沒有居家隔離的話 他搞不好也想要去那邊打卡拍照 就是每個國家都去蹭 每個國家要選舉 然後去跟澤文斯基走在基普的街頭 然後提高自己的聲量 這件事情那普丁也惱火啊 所以你也不能說什麼 普丁現在好像有點語氣很重 說要打到怎麼樣 你看像現在芬蘭也是得寸進尺啊 你看我們在俄羅斯的西部的邊境 在西方國家的東邊 那就是變成說只有三個國家嗎 最主要的白俄羅斯 白俄羅斯主要是靠近親俄的 那現在烏克蘭就有危機了 他也是在俄羅斯的邊境 那第三個國家是什麼 就芬蘭啊 芬蘭也跟俄羅斯緊緊連在一起 那現在芬蘭說要進入北約 那未來會不會有一些共同防疫的協定 那等於是 直接烏克蘭的模式直接轉移 變成說跟 我們未來的芬蘭一樣 那是不是在那邊也會有一些防疫的協定 甚至我把飛彈 就對準了俄羅斯的國門 普丁當然惱火啊 所以就現在變成這種情況嘛 那所以說 我覺得雙方的這個 要腳啊不管是普丁也好 不管是哲倫斯基也好 在49天的攻擊之後 其實雙方都有點上頭啦 那對於我們這些 離比較遠的這些國家來講 當然是 作為一個和平的擁護者 就不要一直在這段時間 為了自己國家自己要選舉 去挑動大家的神經 包含說芬蘭在這個緊張的時刻 你特別說要加入北約 那就是故意的啊 那你什麼 哪壺不開啟哪壺 你看到這種情況那麼緊張 那烏克蘭就是因為他要加入北約 才被俄羅斯迎頭痛擊嘛 俄羅斯也說 沒辦法啊 我國家的生存命脈 掌握在這件事情手上 我怎麼可能讓你加入北約 所以才打過去嘛 那芬蘭在這種 緊急的情況 在大家都很上頭的情況之下 再去說 我可能要申請加入北約 那不就是故意的嗎 沒有必要這樣做嘛 所以沒有必要在這個時候 各個國家當然 軍援也好 你可以表現自己國家 面對俄羅斯這樣打戰爭的態度 但是當每個國家都 只是想要來蹭一腳 然後用一些很不理性的方法 沒有幫助維持區域的穩定的和平 只是想要自己選舉 拿的票數比較高 讓自己的社群網站啊 IG增加多少人 點贊啊 訂閱啊 那都沒有必要 嗯 好 那其實因為現在你知道嗎 就雙方劍拔奴障 就像剛剛這個 只都講說 你芬蘭這個時候說要加入北約 是不是 呃 提油救火 那普丁呢 也直接警告西方了 說不要插手俄武戰士 否則的話呢 會製造歐洲移民潮 好 那英國這邊也很嗆啊 就說如果證實 俄軍有使用化武的話 那西方所有的選項都會放上檯面 可是偏偏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說 哎 美國找過俄羅斯 可能使用化武的可靠資訊 但沒有辦法證實莫斯科 在馬力波使用化武 意思就是說啦 我們發現可疑跡象 但是沒有證據啦 有字 所以現在呢 呃 俄羅斯和西方國家 這個橡皮筋已經拉到最緊了 對啊 你不覺得在講這個話 有點像陳時中說 我已經買了8000萬劑 7000萬劑的疫苗嗎 最後到底來多少 不是一樣的嗎 你覺得訂購就算在裡面喔 跟現在快篩不是也一樣 說我已經擁有800萬劑的戰備存量了 你訂購的幾劑 都是訂購的 沒有 現在到底有幾劑啊 沒有啊 現在不是也 俄羅斯也是嗎 對 你看你們俄軍在馬里波爾 對這些人下毒啊 你看很多的將士 那個吃完之後都怎麼樣 然後很慘怎麼樣 請問一下現在到底有哪個證據 不要說什麼啦 連那個 英國首相波羅斯和西方 到現場 都叫在逛烏克蘭 逛烏克蘭 你請問一下 他有到現場 好歹 馮德蘭還有看到那個 那個絲袋啊 請問其他的呢 波羅斯和西方他除了去購物 不要說購物 走馬看花 他有去看現場 他只是哇 好可怕喔 所以現在的時候 帶出來的都是好可怕 現在那個多殘忍 用畫舞 我還是要講 如果你從2月24號 一路看到現在 美國跟英國在做的一件 他們其實分工分得很細啊 美國在跟英國在做的 叫做戰犯畫俄羅斯 他就把所有的事情 往他身上招呼 請問整天的啦 每天嘛在戰犯 哪一天沒有 請問哪一天 英國跟美國沒有輪流說 啊 你有畫舞 啊 你有用屠殺老百姓 拜登是第一次提出 說俄羅斯對烏克蘭 進行種族滅絕 他的小弟都已經講到 正天尬祥了 他老大講不講有差嗎 你覺得 那哲倫斯基現在講的話 每一句話是他自己的腦袋裡面講的嗎 他現在在人格分裂你知道嗎 哲倫斯基還在罵拜登 對啊 嚇死我 我跟你講啦 唱雙簧啦 唱雙簧 明明就是人家的嘎啦 就是拜登在上面操控 操控一下呢 哲倫斯基就表演一隻手 操控右手 右手就舉起來 操控左手 左手就舉起來 請問一下 哲倫斯基講的話是言由由中嗎 不可能嘛 所以現在哲倫斯基講的話 都是美國要他講的 所以美國哪怕現在才出手 那代表說已經坐實了 所有東西都是要戰犯的話 不管講屠殺 供醫院跟學校 供那個非軍事設施 然後那個打老百姓 化武 然後甚至連什麼奸殺都出來了 有 而且現在哲倫斯基就說 烏克蘭幾乎每天 每個地方都有亂葬綱 這個叫做戰犯化 但是你要在攻堅 要不要經過調查 那現在調查的系統 就被美國西方國家把他毀掉了 我幫你踢出人權組織 你要調查沒的 啊我呢 我也不調查 這是什麼跟什麼啊 就沒有這個東西啦 所以戰犯化一旦讓他做成了 就好操作西方媒體 然後每個人往他身上去招呼說 你就是戰犯 重點不在於真正的 要到時候在海牙對決 重點的是要讓大家選邊站 包括要逼中國 他重點是在逼中國 你們這些人要怎麼樣 我美國根本不在乎 我只是要讓烏克蘭 俄羅斯戰犯化之後 我要問你中國 你連這種人都不譴責啊 我跟你講那你就是戰犯 你中國要干這個事嗎 你不是說領土完整 人家都已經在尖殺 人家都已經在用話武了 你還不做 所有的戰犯化 他也去逼問一下印度啊 對啊 莫里為什麼不去逼問一下 他看不見嘛 你看最新的他們兩個 那個他跟莫里見面 然後哇大陣仗 一下子本人拜登莫里 兩個是 再來兩個國防部長 外交部長 從頭到尾不是也是柔嫩而已 這美國已經沒有底氣了 他完全沒有底氣了 他只是想操作這些議題 戰犯化之後呢 他自己可以去把中國拉進來 所以川普這兩天講得很酸 川普 但是川普講的有沒有道理 超有道理啊 那這個人到現在 讓美國軟弱就是他 因為其實我一直覺得 現在兩個戰爭中 不要去看哲倫斯基好不好 如果一直要 我已經在第一集講過 他就叫蔡倫斯基 對蔡倫斯基 他就是細子 如果一直把他英雄化 那你就去加入歐盟好了 我不想討論哲倫斯基 他就是一個小可笑的 元首領導人 把烏克蘭一直延續下去 現在真正在打仗的是 拜登打普丁 而且兩個都活在 過度時代的光榮 兩個都有他個性上的偏執 拜登就是冷戰時代的 外交專家 那時候他覺得美蘇兩個大權 造就了美國後來 三十年的超級大國強盛 他覺得我當年幹這些事情 拜託美國這麼強 都是我們這一 你們現在搞的這些 川普你在弄這種都是假的 我才是真的 他上來之後就開始搞 他以前的東西 某種程度不覺得 跟國民黨很像 到現在還是覺得 我跟你講地方派系 桃園我一定要地方 然後高雄呢 我要地方 那邊地方 那邊地方 我跟你講這些人 跟朱立倫沒兩樣 全部活在過去的冷戰時代光榮 又可以連朱立倫 真的太強了 明嘴嘛 明嘴嘛 我愛怎麼講 沒有啦 你不覺得這些人都是一樣嗎 人都有自己的偏執 我也有啊 我記者性格 我就是用記者的角度在看事情 要我用政治 要我用我就沒辦法 一樣嘛 普丁 他是KGB時代 那個時候 蘇聯大帝國光榮的時期 你看戰前 大家每次拿普丁的訪問出來 就是一直講 我懷念以前 以前的我們的大帝國 白歐羅斯不該 白歐羅斯我們的 車程你也要這樣 車程的個性 不要幾個小老弟 我多懷念烏克蘭 以前呢 是我們第二大軍事調政啊 什麼什麼 他每次講都是這個 兩個以前 活在以前舊時代的人 正在軍事對決 跟外交對決 這場仗精彩可奇 不是只看 澤倫斯這些小丑 重點是這兩個大國 普丁今天也嗆聲啦 你以為我在跟你打仗啊 我在逼你 玩世界版圖 普丁直接嗆了 你以為我在跟你打而已啊 我在跟你玩世界版圖 你這樣子逼中國 我也在逼其他人 我也在用糧食 我用我的經濟 大家一起來玩 最後 你就會看到整個板塊位移 中 俄 印 沙 中跟沙越來越好 俄跟印越來越好 四個大國在包上東協 這是一個大圓塊 然後呢 兩邊呢 好像兩個那個 拔筊的那個你知道 一邊就是東亞島鏈 這邊是北約 然後兩個呢 要包 他們兩個 這個老頭 這兩個老頭活在的是以前冷戰 實在叫美蘇 已經夠可怕了 這次不是美蘇耶 這次是兩個大板塊耶 我們美蘇困在裡頭多久了 好不容易掙脫 請問未來這一兩塊 是短短的20年 真的可以解決的嗎 我覺得可怕是後面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淫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 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